求女生是不是 只要你追一定都追得到 沒有 你有追失敗過啊 還是你從來不追人家 可是我很少追女生喔 只是以前有交過一個 也不是你追來的 也是追得滿久的 真的嗎 你採取什麼樣的那個招式 情書啊 然後 反正就真的很喜歡她 你會寫情書啊 會 講一兩句我聽聽看好不好 可是不是那種文粥粥的啦 沒關係 她就很白的啊 超正的 這太粗食了吧 你真的寫過你超正的味道 沒有...我寫說 我真的還滿欣賞你的 就希望就是能夠進一步交往 那個女生是漂亮型還是怎麼樣 哪裡打動了你 讓你這樣子 我覺得是感覺的問題 感覺的問題 所以她也沒有特別正或什麼的 還好 型跟妳滿像 這些小男生正式的愛友 對啊 妳家蕙君想像 會打拳子 是真的厲害還不是丟臉的那種 什麼意思啊 沒有 我很怕特別來賓說 要到節目上表演這些才藝 然後表演完之後大家都傻眼 是真的不是很厲害 有一點可以 所以你要怎麼演給我 我們這些外行你要怎麼演給我們看 就是你要擺基本動作 要戴手套嗎 有帶來嗎 有 有有帶來的手套 等一下一個人空打完之後 會不會大家就傻眼啊 其實空打我怕 其實還會滿無聊的 所以你要打誰 你選... 攝影棚莉 你要選誰 你想要那個...增加... 不然打張勳敬好了 誰那一點誰 其實空打就可以了 其實空打... 空打不會丟臉 你打拳擊基本上就是 有點側身 然後... 下巴... 下巴要朝下 保護自己 然後就這樣 然後就這樣 不錯喔 好歇斯底里喔 對耶 很像拉小提琴一樣 因為拉小提琴的人都很歇斯底里 我自己在害什麼 你跟回去想要一起去酒吧 如果要跟女生搭訕 你覺得你... 你會比她先成功是不是 我去那邊我都不跟人家講話 就耍褲啊 耍褲 也是有耍褲的方法 然後就會有人過來跟你搭訕 這樣子感覺好像我們... 我們很多層面 那女生比較容易會過來 跟我們搭訕 我本來... 我本來... 你通常在哪裡會被女生上來搭訕 路上 就是人比較多的地方 然後他們都怎麼開場 就是可不可以更要電話 這麼主動 是仇女嗎 都還可以啦 那你給他們電話嗎 沒有 我當然沒有 因為不認識啊 那你怎麼拒絕 就謝謝 然後就走 阿彌陀佛 所以張... 張欣傑比較... 比較有心機啦 對 沒想到你會聊到層面這種事情 他也令我震驚了 有沒有你在那邊 晾在那邊很久都沒有人過來 關心你很多層面 當然有啊 那怎麼辦 那就要主動了對不對 不主動...不要不主動啦 就不可以主動 對啊 不喜歡 張欣傑 你高還是郭品超高 品超比較高 你高還是賀軍翔高 他比較高 好 不好意思 我想要比一下 你幾公分 182 你有182 我有啊 有啊 那你藏得很好耶 有一個牌子也20公斤 所以你減肥20公斤後 成為明星嗎 沒有 不是 你這輩子沒有胖過 沒有 所以20公斤是什麼 20公斤是我之前 就是兩年前好像那個 納利颱風然後淹水 就是從南港淹過來 然後我去打工就是 就是去清那些汙泥啊什麼的 然後就搬 還有10幾20公斤的東西 搬什麼工 就是有點像明時工 然後是搬...像搬家工人那樣 然後就是跟著貨車 然後去把那些全部淹過水 淹過水的地方的那些東西 全部搬送來 誰幫你介紹這種工作 就我朋友 那時候學生高...高中的時候 多少錢 一天下來有差不多三四十錢 所以就是 是不是我們常常經過馬路 然後看到那個牆上都會貼 你需要初工嗎 就類似那種對不對 可是那時候我去了 最後有一天而已 就去幫忙 想說賺個外塊這樣 希弟 如果你家初工 來了一個賀君祥 你大概會嚇手 趕快打電話給其他姐妹 叫他們來看 趕快來我家看初工喔 長得還滿帥的 我以前就把他房間裡面 壞痕裸露的睡衣出來勾引他 幫忙他 你會幹這種事嗎 不會啦 跟初工好像是會保持一點距離 真的嗎 不是啊 可是我們男生看了很多色情片 裡面都是家庭主婦跟工人 可是這樣打擾人家工作 應該不好吧 記得初工嗎 我還在說 好 第二牌子 寫玉米 這不會跟霹靂喉有關吧 玉米就是 我之前拍《求婚事務所》 這也是柳晨哲的那個片的時候 因為我講話的時候 連在一起然後大舌頭 然後就是很快啊 然後他們就是連夜童 都在學我講話這樣 就是我有一個台詞是 她是我媽耶 我喜歡的人喜歡有沒話講 可是有時候我媽要碰 然後這一句 什麼東西 對 你不要這樣很痛 你不要這樣很生氣 你可不可以認真演好那一... 你應該要講慢一點 畫面會停留在你臉上久一點 你可不可以 她氣叫這種東西 我是很氣的 她在講那句話 所以就變很快 再給我們一次機會 認真一點 好像真的在演戲 她是我媽耶 我喜歡你我沒話講 可是為什麼另外也要碰 很快 她是我媽耶 然後呢 她是我媽 然後她需要一張白痴 白痴 白痴 才能夠胡牌 你為什麼打... 連一張三萬也要碰 怎樣 你什麼 對 到底是什麼那句台詞 她是我媽 她是我媽耶 然後我喜歡的人喜歡你 我沒話講 可是為什麼你連我媽也要碰 你... 你剛剛裡面有這麼多字嗎 對啊 也這麼長喔 有 你說 可是我那個情緒 原因是因為我要打李威 然後我很氣了 這件玉米有什麼關係 還沒講完 然後結果就是... 後來他們就在學我講話 然後結果 當天收工之後 我就跟小鐘他們去喝... 去Longer Bar喝幾杯這樣 結果小鐘就想說 就要去購買醉這樣 結果我就好 結果我就跟他喝 結果後來我放了給他先醉 結果我就說好 你等一下 結果他們一直在跟我起哄 我說等一下 讓我先吃個玉米 然後結果桌上 Longer Bar不是桌上都擺花生嗎 然後我就把花生當成玉米 所以從此之後 大家就一直被他... 被他們哭這樣 等於說有語言障礙 以及她當成玉米 對... 有語言障礙 以及有認知障礙 所以說這個玉米好好吃 那印象還有一個拍子前 第七名是什麼 就是我之前去比賽 就是參加拳擊比賽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 我算是中量級 然後... 中量級 中量級 對 然後全部... 那個組他會有18個人比賽 然後我運氣很好 就抽到長籤 然後第一輪不用打 什麼... 就是長籤 長籤 長籤跟短籤的差別是什麼 呃...我也不知道 就是他們跟我說 長籤是好籤就對了 所以第一輪... 就抽到長籤 就出賽就不用賽 第一輪不用打 就是等於... 就是等於... 對...就算總值對這樣 然後第一輪不用打 然後我就變成 我就晉級前十米 然後結果我要打... 然後... 然後第一場比賽就是... 打輸啊 然後我第七名這樣 所以你第七名 這個得來並不光榮嗎 他只打了一場 輸掉就第七名 可是...可是有前八翔 就是有晉級前八翔 我就可以參加寶送 大翔你跟頭 什麼叫做寶送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所以你就被寶送了嗎 就可以參加寶真這樣 然後就有學校讀 只是因為抽到長籤 跟那個人棄權而已 對... 這世界公平嗎 請問一下 我覺得他有發錢去買通 沒有...真的... 因為拳擊他很奇怪 比方說像我... 晉級前八翔沒... 我沒打贏 我還有第七名 就是因為... 打贏我那個人第三名 所以我就第七名 我覺得拳擊真的很奇怪 好啦...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故事 我跟你講... 今天帥哥來... 你有修正你對於一般帥哥的印象嗎 比方說... 沒內涵啊 或者不愛念書啊 有什麼這些事情 那兩個都還OK 但是... 就不愛念書 但是我覺得會讓我覺得 三個男生都還滿可愛 不同典型的可愛 而且不自戀對不對 其實自戀 自戀嗎 對 其實他們刻意隱藏 自己不自戀 你不覺得張勳傑 就是那種很愛照鏡子的人嗎 郭品超頭髮會弄這樣 他就是自戀狂啊 賀軍講也是自戀狂 很愛跟女生放電 對 但是他們三個都滿帥帥 所以很可愛 好